夏天细水的旺季,水域意外也频传 一名来自北部的冯姓男子和家住台东的南姓男子 14号的下午到陈公镇美山附近的海域游泳 原本两人相约和另外一名好友傍晚6点相见 但一直到晚上的10点都联系不上两个人 经过海巡一夜的搜寻依旧没有下落 15号是再度展开扩大范围搜救的工作 海浪一波波打上岸 海巡人员头戴探照灯 在漆黑一片的沙滩案记 来回搜寻两名失联男子的踪影 昨日晚间10点10分 接获台东县消防局转民众报案 联系不上友人 请本署派员协处 大批人马默黑一晚搜索一无所获 根据报案民众表示 两名朋友分别是来自北部的冯信男子 以及家驻台东的南京男子 两人在14号下午2点来到成功镇 美山附近海岸细水 原本约好晚上6点在海产店碰面 但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都联系不上两人 好友赶紧报案协巡 海巡单位也在15号展开扩大搜救 目前不确定民众是否因细水失踪 案情尚待厘清 本署将持续协巡失踪民众 冯信和蓝信联子下落不明 唯一的线索是在海边案记 发现疑似两人的衣物和车辆 海巡人员持续在周边进行搜索 希望尽快找到失联民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